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独立 就是这个三十的夜班 就是十个大夫主班 宿市应该是有二十多个人 然后他们那个夜班 当街班就进来查房 跟平时差不多 岗位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怕有一些微生病人 可以过来 前中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大概确实是非常辛苦 慢慢就好了 有些人可能也都养肯了 没那么紧张 今天晚上负责抢救室 抢救室的病人 都是基本上比较重的 所以呢 他们的生命苦衷 我们要监测 那么还有 如果新来的这个 像120送过来的病人 还有一些救诊的病人 出现的这个问题 我们要及时地给他们处理 算最早已经处理 我不是就是内科来支援急诊的 今年是第三年 然后在工作稿位上问你 对家人比较抱歉 因为其实三年都没有陪过他们 我自己在我的朋友圈做了一个小的视频 送给他们 因为我已经上班了 然后我还没时间去看他们的这个饭 我的抢救车来了 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就要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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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能够清空 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地回家做点 然后咱们肯定有一些病人 他的病情不允许 那我们就也在这儿让他们平衡 做得更好 然后我看到他们也在这儿要看着 那我们还能够工作了 那家人的游戏 我们是学生的 没有学生的 我在这儿 一期中间 那边是学生的 家人的生活 他会有学生的 美学生的 如果我又能够在 我能同事一下上来 要上来的话 你这个病人就没有管 我甚至在有十年了吧 九個除夕都在可審過的 家裡人倒是比較理解的 把年夜法趕上中國 在小城上 有很多人在教育上 保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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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健康 保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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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稳的好年 能够平安健康地迎接新年的到来